弄條盒是開工程 就說是私有車 自有車就 看開頭都知道是主任車了 男子坐在車內睡眼心鬆 因為他喝得滿身酒氣 開車等紅燈 竟然等到睡著了 那看你的數值 0.85 那你涉嫌公共危險罪 酒測值高達0.85 男子也看就要被帶回警局 竟然說 我可以請關說嗎 現在有辦法關說嗎 對啊 第一 你講話這麼直白 我直白 我就直接 那我也直接 不可能 不可能 現在不可能 你直白 我就直白 因為我之前關說過 這名21歲的零星男子 到酒吧喝了四杯威士忌 開著這台大黃蜂回家途中 行刑向上路跟慧文路口 等紅燈 等到轉為綠燈了 都還不為所動 警方盛情盤查 發現他除了酒駕 在兩分鐘之前 還擦裝路邊救車 驟食逃逸 請教過我的律師說 可以提起民事訴訟 進行毀損罪的訴訟 他就是駕駛林姓男子 之前才因為把大黃蜂 停在超商門口前三個小時 被員工貼了四張A副紙 要他把車子移走 他氣得出面受訪 有辦法貼到車頂 他是踩我的車上去 還是說用鋁梯呢 根據了解 林姓男子跟朋友 合資開租車公司 因為公司沒有大黃蜂 還到別間租車行長期租賃 把大黃蜂當作逮捕工具 看起來家境非常優渥 但先是把超商門口當作停車場 接著又酒駕撞車 還大言不慘地要求官說 除了被一公共危險罪移送 還得吃上一張照託罰單 記者林姓文 曾衛想SG小組 台中採訪報導